大家好,我是歐瑪,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在旅馆投资界的老朋友Mark Hello,大家好,我是Mark,我是曼谷店的创办人 因为Mark呢,他最近刚从越南开疆图回来 也就是在我们的胡适民事开了第一间的漫步旅店 当然呢,过去的这一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Mark就是说 为什么当初就是你在看海外市场的时候 第一个挥圈选到就是越南 一开始其实我们去玩嘛 然后去玩的时候,就是有朋友开始介绍 因为我去年第一次,我才第一次去越南,2019年 对,去的时候,我自己有被吓到 那个地方的旅客之多 然后那个,那边的住宿环境真差 这个差异是这样很简单 你指的差是什么,像什么 是不可能你住到四五星的饭店 你還是 好像台灣的商旅都比他們好 設備上啊 服務啊 對啊 雖然它是便宜 但是像國外旅客 如果是亞洲旅客去越南 他們也願意花那個錢 他們可能不見得是為了真的非常便宜的去 當然還是有很多背包客的 hostel 像那邊的 hostel 非常的糟 就是我去住過大概五到七塊美金一晚而已 但是五到七塊美金是連我進去我都不敢睡 就是我不睡那麼多 hostel 就雖然隔天會就有充藥 反而就是品質很差就對了 很差 很差 然後又看到那個當地的 其實政府政策在那邊 他們是設定他們在四年後要追到那個賣榮 就是泰國的克隆那樣 所以是他們放很多資源在旅遊上 所以我覺得在亞洲來說是真的發展很快的 對 它真的每天都在那邊 像我去了一年 整個市中心已經好像變了另外一個地方 就移去別的地方 OK 本來是一個爛地 所以有點像商春移轉 它應該說有點像 但是剛好有肺炎 它的移轉是是真的客人不在 那裡客人不在去了 還是沒有旅客 不知道 但原本一個爛地在市中心的很大一片爛地 像以前的市民區的 對 可能在一年內它已經快蓋好了 對 所以變化很大 嗯 對 那你覺得像這一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其實當然對於 你就是 現在這時間點進去這個市場 有一個蠻大的影響 那那個你覺得最大的影響是 你說好還是不好的影響嗎 對我想聽好跟不好 OKOK 那先說不好了 我覺得大家都很 因為大家一定都比較看 看壞這個 這個步驟 OKOK 壞的當然是旅客沒有了 那可能以前我們開店就是 開店隔月可能我們就不用擔心 現金樓的問題 嗯 對它已經有足夠客人 對 只是要保持品質最重要的那個時候 但可能現在要找客人 那個客人是不存在的 就可能你會花很多力氣去找不存在的客人 對 然後因為在胡志明現在滿 就所有的 就你在路上看到真的一整條街都關起來了 哇 對阿 像你就想像西文町 你現在去西文町還是有店開著 對 它是所有店面都關起來 不只旅館 餐廳 那個賣那種禮品店 對 全部都關 全部都貼著找不住 哇 對 這個狀態就不會有旅客去 嗯 對 而且 你還有房租壓力啊 還是什麼壓力啊 這些都在 嗯 嗯 但也是每個旅館都遇到同樣的問題 對 那如果說好的話 我覺得也是 對我們來說是很 用好的面 正面去看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要我們去轉變 因為以前我們本來每一間店都長得非常不良 嗯 然後我們每一間店都放新的東西進去 對 那正好加速了我們要放什麼新的東西進去 對 然後我們原本是可能 我們本來原本在 越南街間它設定就是有餐廳有bar 嗯 有collecting space 對 但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就再把某些房間轉換成可能cowork space的比例佔多 然後 然後 變成小間小間的辦公室 對啊 就是獨立辦公室 哦 它就是變成布丁的陷阱樓 對 對 然後我們沒辦法把它整動 因為它已經裝樓樓 那可能 本來可能是 10%跟90% 嗯 那現在可能是 80% 20%這樣 OK 對 然後 這也是讓我們知道 也讓我們實驗得到 對 辦公的員來到我們這個空間 是我們這些設備能不能符合它 OK 然後又有 像我們又把 我們的店門口變成一台咖啡餐車 嗯 因為我們的店很明顯 所有 越南人都認識我們 就全胡志明 後面一個很長的弄滑題 嗯 然後 那個 就很多人來打卡 OK 然後就是那個咖啡 咖啡車的聲音就很好 嗯 對 它就是我們 我們開放了一樓讓他們做 那些可能做 OK 一個亮點 對 所以他們就變得人樓變多 有多人認識我們 對 我們又有出租場地做Event OK 越南的Event 比 我覺得比台灣可能還要多 哦 對 就是他們也 因為他們海歸回來的人很多 對 Expect也很多 嗯 所以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在做新的事情 OK 他們地牢又出租給一間房 嗯 所以其實就有 就有收入上的補到一些 但對我們來說是 更重要的是我們做了更多不同的嘗試 我們把其中半洞 然後就整半洞把它改成四季 所以每個房間會有不同的店名 OK 對 一開始那些常常不一樣 就是覺得 誰會來那個飯店房間 對 廣 沒有人 那我們就用很便宜的那個店主 付給他們 嗯 然後三天 然後結果我們三天有三千多人來 對 然後最後就是結束的時候 每家店家都 都賺錢 然後他們就說 喔他們 他們 就他們沒參加過這麼賺錢的時機 就不管感覺 跟人樓 客人的品質 嗯 他都覺得很 還很不錯 OK 對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新的場所 因為一般場上的現場 其實都是可能在一個廣場 或者怎麼樣 對啊對啊 他們每一層的人都是滿 走到的人也是滿 房間裡面也是滿 哇 對 進去的大部分是什麼 餐飲的還是 不是不是 進去的全部 餐飲只有在門口 對 裡面全部都是那個 不同的 我們只 只允許 local的品牌 另外一個是 支持他們 讓更多人看得見 嗯 然後做完 我們也覺得 還滿有意義的 那今天呢 我非常感謝 Mark的分享 是不是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在台灣 還沒有去越南旅遊的朋友 下次去到 越南不知名市 一定要去住宿看漫步旅店 那現在呢 在越南的台灣朋友 有機會的話呢 趕快去體驗一下 漫步旅店很棒的氛圍 而且一定要打卡喔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arl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喔 我們都很快 我們不要急遮掩 我們可以按摩 我們去查看 我們另外一按摩